星期二 星期二當然要教你做師傅的環節 因為每個星期 我們都可以學到更多不同的市場知識 今天繼續請來我要做股神的施魂毅 Greg,你好 你好,大家好 師傅,有請… 其實是我們投資當中 有時都會看一些智理名言 其中很多人都覺得很深刻的一句 就是別人恐慌的時候,我就要貪婪 究竟如何量度得到別人是否恐慌 市場上經常都會聽到 報新聞也有說 就是說恐慌指數,VRX,是多高 究竟指數越高 是否代表市場越恐慌 這個真的要問問你 有沒有一個直接的關係 以及這個恐慌指數是怎樣做出來的 其實我們可以首先了解 這個恐慌指數的構造是怎樣 其實之前沒有這個指數 這個指數真的量度一些 可能不是你驚恐的程度 是說市場 在一些股票市場裡面 最重要是S&P500指數 這裡我也跟大家說清楚 留意美國的股市 就不要留意道指 用S&P500是寬一點的 是S&P500的波動性 去做一個公式 去計算恐慌指數 簡單地構造說恐慌指數 即是VRX 美國的叫做VRX VRX的指數 其實是說 如果數字越高 就代表是越恐慌 越低的話 代表人們越不恐慌 即是越安全 大概來說 可以低到單位數字 其實零 我沒有見過 也可以去到100 近這10年 都差不多去過100 所以是非常波動的 大概如果你要圖像化 你可以檢查一下 其實大部分的時間 都是低位還行的 有幾下升得很厲害到100 大部分時間 10多 20 都是很極限的 所以大家都會說 有機會就是用一個波動性 去做一個資產的調配 譬如去到100 人家很害怕 那時候去買 其實歷史來說 幾個的恐慌指數去到高位 股市的確是大約低位 而的確 如果VRX去到很低位 即是恐慌指數到低位 的確大概來說 股市是高位 所以有這樣的用法 或者方家的流傳 其實也合理 因為我們經常說 它叫恐慌指數 大家會覺得 真的可以去訪問散戶 你們是否恐慌而亮度 但這個其實就是 因為了解市場 未來30天市場的波動性 預期的一種衡量方法 不是代表現在 Grad和我都很害怕的時候 指數就會升上去 反而視乎市場的波動性 不過真的 到了這個指數 正如Grad所說 長期都不是十分移動的 但突然移動得很厲害 是否代表市場 有些事情會發生 或者發生了才能刺激它 其實是的 其實它也要參考 有它裡面的公式 每個公式都有它的偏見 其實它也是一個統計 其實在統計 今天我們的反應 去量度將來的反應 其實最重要 都是今天我們害不害怕 今天害怕 你就預測將來害怕 其實是否真的可以這樣用 我想給大家看一些數據 你可以知道 其實大概是有反向的分別 但實質的操作 也不是那麼簡單 我給大家一些數據 美國的VRX在過去10年 介乎在8至100區間波動 其實最高試過100 其實這個就是2008年 2008年最高這下 差不多100了 這個最高 其他例子 就是我們記得 10年去到450 11年 15年 2018年的2月 就是剛剛上一兩季 2月的時候 炒掉那個知識率 衝破了3厘 其實大家都害怕的 很明顯的 你看到市場 又害怕 就是怎樣都是害怕的 但是沒有驚恐 又怎會有低位買東西呢 那麼 1011年 其實兩下的 衝了上去 大概都去了一半 其實之後沒有去到100 這個位置 當時是炒掉美國主權評級調低 今天我們看回之前這則新聞 好像說很差 其實當時是歷史上 第一次調低美國主權評級 害怕是很正常的 然後2015年 其實就是在說那個 可能是環球的大跌 那時候有中東沙士 又有科網股的大跌 香港這邊當然會有 港股直通車開通了 那你說為什麼直通車開通了 是壞消息呢 那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開通了都是跌的 就是那些人都是害怕的 那些人都說趁好消息出貨嘛 是啊,有機會的 所以不可以說 它一定壞消息 才會恐慌指數才飆升 好消息也會的 是視乎市場 有沒有過分了解一些好消息 或者沒有留意一些壞消息那麼多 一出來便會嚇倒 2018年 知識率升穿了三厘 10年債 其實10年債升穿三厘 不是問題 加息加上那個份額就沒有問題 但是升穿三厘的整數 有些名人 譬如之前的隔路 說升穿三厘就會泡沫 這些泡沫論 令市場真的很害怕 所以2018年2月也都飆升了順利 導致了年頭 其實環球股市 環球 都是有個下跌 比較大的下跌 美股已經蒸發了17年的一半升幅 加拿大指數蒸發了17年的升幅 香港雖然已經很幸運 但是還是有跌的 所以VIX指數有個反向 是完全合理的 我覺得有個比較大問題 就是我們看到逢100、50、20多高位買 都是低位 問題就是 假設去回100個次 如果100個次 你在28買 你其實就太早入市了 在50買 你也太早入市 那你怎知道哪次升到100 哪次升到50 其實要互相配合 我覺得VIX就是到最後入市那一刻 真的到極恐慌 但是你之前有其他的數據、估值、技術分析 去計算時機配合得更好 就不是說一定是眾人皆聚 我獨聖的 可能眾人都適合 你只有一句 你錯就叫坐艇 就未必是醒了 即是一直都醒不到 可能有客人也不行 不過有時候我們就看著VIX去到多少 才決定在股票市場上 就是我們自己出不出手 但是其實有些人反而看著VIX的多少 去買關於VIX的東西 你還記得今年也有一個報道 就說美國有一間小型基金 很厲害、二小博大地 壓住了關於VIX的一個衍生產品 由多少錢 百萬變一億 即有八十多倍的回報 其實是否都可以… 當然這個可能比較高技術 或者真的需要風險上管理 要比較高才可以去參與 但其實是否都可以參與 去買一些關於VIX的產品 首先說說那個報道 其實有兩個可能性會發生 一個就是純粹幸運 我覺得大一點機會 就是那個小型機構 其實是… 我想技術上不難 但風險管理就非常難 因為它可能… 如果不是幸運的話 它應該是在… 因為我剛才說大部分的位置 差不多九十多巴仙 都是在八至六個巴仙 它要等個時間 等VIX上升 因為它不能再下跌 但樓上空間是多的 只要它一路槓桿 那些孖展是給到 計算好數 或者有人去投資入來 不斷去融資股份 在中間做大量的Pitching 和投資者做聯繫 然後等一波爆上去 如果不爆 就類似龐氏變局 一路去找人進去 但它一定會爆 因為大…你不知道什麼時候 今年、夏年還是五年 那你中間遊戲 能不能給到孖展呢 這個就是可能它的策略 我自己這樣去解讀 但一般的省戶 或者正常的投資者 都不會用成本身家做這些策略的 一般來說恐慌指數 是可以做對沖 譬如我自己是真的去旅行了 不跟市時的 我這個月我不想看市 但我又怕市有問題 但我不想理了 我想可能買一些… 買Long 即我們去買一些恐慌指數的期貨合約 或者期權 買一些日圓、黃金 其實都是一個最對沖的行動 所以真正的恐慌指數 其實是用來做對沖 是最安全的 如果你做去參與在槓桿的市場 好像剛才的小營基金的策略 可能你少住了 不過我們說了很久 大家就會覺得 其實始終覺得美股 有一些散戶朋友 仍然不太想參與 會覺得港股有這麼多選擇 或者美股始終要捱奸奪夜 就像你這樣 捱到夜夜機有黑眼圈 才可以看得到實美股 那在香港 有沒有一些類似的東西 可以讓我們做一個參考 有的 其實第一 美國的都是要參考的 因為香港都是跟人的 美國其實都是要參考 不過香港都可以有一個 VHSI 即香港的恆生指數 恐慌指數可以參考 香港市場可以參考 這個指數 它的成立是不久的 都沒有10年 即是2011年左右 去成立 最高的位置 其實就是2011年 美國主權評級 調低了之後才成立 最高去到48 那時候 其餘都是2015年去到40 港股直通車的時候 2016年去到38 2018年去到28 普遍來說28也算是比較高的 所以大家都會參考 香港的恐慌指數 不過我自己覺得 環球投資 視野環球投資上比較好 香港的始終 我自己也比較少看 因為其實它成立很少 而且香港很少 自己有一個性格 出來的 都是會跟別人多些 所以我會參考一下 反而VRX我覺得會有 參考價值會大很多 有時候港股也挺可憐 都是好像中間人夾心餅 受著中美股市的夾擊 所以就是指數 或者無論什麼方面的數據 都可以參考多些外圍 那就有機會在港股方面 都找到自己的投資者 謝謝Greg的講解 我們下個星期 再跟大家講講 投資上其他不同的話題 等大家再學多些東西 一起做師傅